又又又被禁言了,肯定会有人问,这次是为什么? 首先在开篇就交代了,这篇是领取的平台话题,用户在搜索引擎上热门搜索的问题,因此,成了一个热门提问,然后就领取了这个提问,压根就不会想到,这个在粉圈老生长谈的问题,会再次引发热议。 或者说,游戏官方是为了保住仅有的那些用户,为了维护用户的关系,才做出这样的举动,这次的操作,属实让吃瓜群众看了,都想说一声,肖战何其无辜,游戏从官方到制作人的操作,再次让人跌破下巴的操作,第一,再也没有那个机会了,第二,现在是2022年,肖战不再是原先的肖战, 工作室也不是那个刚刚建立的工作室,粉丝更不是那个时候的粉丝,吃瓜群众都不是同一波吃瓜的,呵呵,以为绿茶手艺玩得好,就会永远都是众人心目中的小工具了吗? 小心有时候也是抠脚大汉,肖战给人带来的启示就是,不管是生活中还是网络上,都要远离绿茶,至少可以延年益寿。 感谢观看